腰椎肩盘突出是因为肾经归须 然后经脉失痒或者是松弛 或者受了外伤老损 所以发的 也有是因为风寒失血流注于经络 然后经络受阻 气血凝滞 导致的腰椎肩盘退行性的变化 那我们治疗腰椎肩盘突出 你看我之前给你血都让你 什么三选一四选一对不对 看啊这个啊 针灸取血 这个给你的是下针的顺序 首先 来我先给你讲方子啊 你先看明白我这方子 为什么要这么开 第一组先讲理阳四针 理阳四针是传统针灸里的 一个明家针方 满统针灸的明家针方 理阳四针呢 是人中后膝束骨复溜 你现在先不用记笔记 先听我讲 这四个穴位合在一起 叫做理阳四针 他是一个穴位组 他是干什么呢 是专门挑脊椎通通脉 所以呢这一组穴是治疗 腰间盘 追管狭窄 强直性脊椎炎的主穴 主穴 那我先扎上这几针 我是不是把主穴先定好了 然后第二针呢 我可以扎上明黄穴 明黄 这个穴位呢 是董事齐穴上三黄里的穴位 那上三黄也是董工经常用来治疗 腰椎问题的特效穴 那明黄呢 擅长是什么 擅长治疗腰椎骨病 也就是我先扎理阳四针 是不是把脊椎整个 调整一遍 然后再扎明黄 明黄擅长治疗腰椎骨病 是不是现在又给他加一道助列 然后最后第三针 加上忠久礼 忠久礼我们学了 忠久礼在邵阳经常 从邵阳展经 对不对 邵阳主骨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忠久礼增加底骨 擅长治疗骨刺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不是相当于 又往骨头上使了一把劲 那忠久礼还是一个止疼的一个大穴 这样这些反正发病的时候 就是特别疼 所以他还有止疼的一个 那这三组穴位都是奔着腰椎去使劲去了 那腰椎你搞好之后 是不是也需要气血的一个乳氧才行 你光干脚骨头能不能痒 不能行吧 所以 承扇困伦 这是太阳经常的穴位 他俩就负责往上输送气血 这就是这个方子 对人家这样盖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